大家好 本人是庄錦鎮醫生 在灣區行醫有32年了 我的專科是脊椎治療 這32年來 我也看了超過10萬的病患者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長期扶案者的人 包括學生啊 工作人員啊 因為這次的疫情啊 大家就不能上學 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所以就逼著要在家裡做功課 做工 這個呢 有好也有壞 好呢 當然比較方便 可以在家裡比較休閒 不好呢 那是我們家裡的設備 不適合長期扶案的知識了 所以學生呢 就偷懶了 就喜歡在床上啊 拿著電腦 拿著手機 就在那邊做功課 有時候就在沙發上坐著啊 半堂半坐著啊 一邊看電視一邊做功啊 所以這個長期啊 一個月 兩月 三個月來呢 就開始有腰痠背痛了 我想跟大家講 分析一下 在家裡工作上學呢 要注重哪一些 最主要的方面 第一桌子的 矮高度很重要 你做的時候 我們的elbow should be at 90 degrees 90度的溫 不可以太寬 也不可以太窄 90度是最適合的 太窄或是太寬呢 會產生到兩個肩膀 長期的累 而且會僵硬 第二呢 雙腳 我們的腳一定要碰地 不可以勾著腳尖啊 或是腳板啊 一定要平在地上 如果桌子太高 或是椅子太低 那你可以放一些書本啊 一個小木板 反正雙腳一定要碰地 然後呢 還有很重要的是 每一個小時 不管你功課做好了沒有 或是你工作做好了沒有 都要站起來 活動一下 15分鐘到20分鐘 一定要到廁所也好啊 喝杯水也好啊 一定要動一下 脊椎 住有33節 每一節一定要有那個活力 如果一個小時 八個小時 坐在電腦上的話 不動 那會產生到那個脊椎呢 就沒有 血液循環啊 神經線的循環啊 就開始腫痛 這時候我最近有一個病人啊 這個18歲的小姑娘 她呢 是住東溫 住東溫的人 然後是在舊金山大學 念第一級 因為這個疫情之後啊 她就不能上學囉 所以就在家裡做功課 有一天她姐姐 帶她來我診所 說求我看看她這個妹妹 為什麼她每天早上都會 頸椎僵硬而且痛 所以18歲喔 所以我就幫她做個檢查 看看她的脖子啊 拍個X光啊 頸椎的七個關節裡面 她有四個有錯維 對 雖然是很輕微的錯維 可是就是 那麼一點的錯維 就可以影響到這個頸椎 整個頸椎的動 的活力 所以在深一步 跟她了解之後呢 才知道她 沒有受傷喔 沒有跌倒喔 沒有撞車喔 可是就在家裡做功課 家裡小嘛 外面的吃飯廳有人做咯 所以她只能在她房間裡做功課 房間裡也沒有桌子 也沒有一個適合的椅子 就在床上做功課 這麼一來這幾個月呢 就床上半躺啊 半睡的姿勢啊 才產生到她的脖子 錯維 所以這個呢 就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例子 不需要跌倒或是碰撞傷 都能攻擊到我們的脊椎 頸椎 腰椎 所以這是多麼一個脆弱的 一個部分 一個氣管 我們要好好等著 怎麼樣去照顧她 照顧她其實也不難 剛才我也有跟你說過了 做的 做的時候 超過一個小時 一定要站起來動一下 還有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忽略到的 就是做早操 起來第一樣是呢 花個十分鐘 沒時間 好五分鐘 就做個簡單的早操 活動一下 把那些關節呢 解鬆 讓血月循環 開始流暢 這樣才開始 做你的工作啊 上你的學啊 這樣的話 大家就會 讓肌肉 make it more relaxed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很 effective的一個動作 希望我們所分享的 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能改善自己的家庭的這種 daily activities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我們下次再見吧